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39章不信任 当下两人便谢过叶浩轩 把观音像摆在室内 邹宇红刚打完了电话 过了没有多久 只听门外汽车的轰鸣声传了过来 一对夫妇抱着一个小女孩 匆匆忙忙的赶了过来 叶浩轩不由得意争 抱小孩的少妇不正是昨天在购物广场遇到的吗 而那小女孩不正是那能看到脏东西的小姑娘吗 没想到这么巧 竟然又在这里遇到了 将小女孩放下 那男的急匆匆的说道 姐 姐夫 你们说这里有个医术高明的医生 能治甜甜的病 她在哪里呢 赵复林上前笑道 这是我妹妹邹宇玲 妹夫陈杰明 这位就是我说的神医 让她帮甜甜看看吧 陈杰明一愣 看叶浩轩这么年轻 明显的有些不相信 这年头挂羊头 卖狗肉的多了 尤其是中医 如果叶浩轩年纪大些还能让人幸福 一个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能有什么医术 是你 少妇神色一争 认出了叶浩轩 叶浩轩向他点头示意 怎么 你们认识 陈杰明诧异的问道 邹宇玲说道 那就是昨天我遇到说偏方的人 陈杰明有些不悦 心想 这姐姐和姐夫也是晕了头了吧 这么年轻的人也会看病 还神医 就凭昨天他说的那个偏方 把叶浩轩说为神棍也不为过 你是医生 陈杰明问道 叶浩轩说道 还算不上 只是医科大学 在校上学的学生 如此一说 陈杰明的脸马上变了 他说道 那你学的中医还是西医 有医师资格证吗 场面马上僵了下来 叶浩轩的脸色一沉 眼前的陈明杰 明显是不相信自己的医术 不过这也是人之常情 自己这么年轻 说会中医会治病 这说出来难免有些难以让人幸福 他说道 我学的是中医 中医 中医也会治自避症 这病可是属于精神科的 中医能治吗 陈杰明的脸马上沉了下来 看他说得一套一套的 想来也是医疗体系的人 赵复林神色一变 暗叫这个妹夫 又摆关架子了 他连忙上前说道 小叶啊 我这个妹夫在卫生局上班 这是职业习惯 你不要见怪 然后赵复林脸色一沉 说道 杰明 你怎么回事 难道你还信 不过我吗 陈杰明连忙说道 姐夫 我不是不相信你 这年头的中医 都是挂羊头 卖狗肉的骗子 你不要被人蒙骗了 这话一出头 赵复林跟邹宇红 暗叫不好 果真 叶浩轩的神色一沉 冷冷地说道 你可以不相信我 但请你不要诋毁中医 诋毁 陈杰明一声 冷笑说道 中医就是被你们这些骗子 给败了名声 你学中医几年了 任得清学未卜 我还没追究你非法行医的责任呢 叶浩轩大怒 这货也太不可理喻了吧 他冷冷地说道 好大的官威 怎么 不服事吧 我清源是卫生局副局长 专管卫生系统的 现在马上离开 我不追究你的问题 陈杰明说道 好 好 叶浩轩大怒 转身说道 赵哥 嫂子 对不住了 这病 我没法看 告辞了 说这便要转身离开 哎 老弟 你不要生气 这是老哥的不对 赵复林夫妇连忙上前劝叶浩轩 姐 姐夫 你们不要再求他了 他要是会看病 我卫生局的副局让给他去做 陈杰明冷笑道 叶浩轩的怒火彻底被激出来了 他转身冷笑道 陈局长是吧 你不相信 我是医生 当然不相信 你怎么能骗得鸟 我堂堂卫生局副局 陈杰明昂头说道 叶浩轩 叶浩轩不怒返笑 他点头说道 那好 我现在就先说说陈杠的情况 不等陈杰明有所反应 叶浩轩便指着他说道 如果我没狂错 陈局长应该有四十多了吧 老来得女 就这一个女儿对不对 此言一出 在场的人神色马上变了 叶浩轩继续说道 因为陈局长年轻的时候得过肾病 没有好好治疗 导致肾功能不好 我没说错吧 你 怎么知道 陈杰明一脸的震惊 叶浩轩不理会他 继续说道 如果没猜错的话 医生诊断为陈局长生育几率极小 这个女儿是好不容易才怀上的 对不 叶浩轩说道 陈局长最近肝不好 应该中度脂肪肝 以后少喝酒 总体来说 陈局长的身体还是不错的 叶浩轩又转身向邹雨林说道 如果我猜错 小姑娘早产 身体不好 小时候又因为感冒差点连路都走不了 十天前 还应吃坏了肚子拉肚子 在场的人大张这嘴 下巴也合不上了 叶浩轩连脉都不用诊断 就这样把症状说出来 就像亲身经历一般 难道他真的有那么神 叶浩轩说道 小姑娘这个病 用西医的说法是自闭症 但以中医的说法是因体虚气弱 所以导致性格内向 不喜说话 他转身继续说道 他之所以喜欢说一些大人听不懂的话 是因为他想表达一些想法 但这些想法不被大家认同 所以他才自言自语 这也可能是因为幻觉而至 因为长时间自闭 所以产生幻觉 他孤独 渴望自己有玩胖 所以在潜意识里 他身边有人 这用迷信的说法是见鬼 叶浩轩说完 便不再理会在场的众人 转身便离去 为了掩盖住小姑娘 天眼能看到阴魂的事实 他勉强编了这一通话 至于他们信不信 反正他是信了 事实上 小姑娘是真的见鬼了 神医 神医 半天陈杰明才回过神来 连忙追着叶浩轩去 而一屋子的人 方才如梦初醒 连忙一起 急急跟着过去 而此时 汽车发出一阵轰鸣声 叶浩轩已经驾车离去 陈杰明夫妇大急 连忙打开车门 就要进去追 而赵富林喝道 不要去追 姐夫 都是我的不对 我有眼无珠 你帮我说说话 务必请那小神医出手 舅舅甜甜 陈杰明满脸是汉 早已没有了刚才的盛气凌人 请不吝点赞